為什麼西方人就沒有這種困擾 因為西方人宗教信仰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啊 菜牙嘎你不要以為你換了一個髮型 我就認不出你啦 你是誰 你是國語版的菜牙嘎嗎 我不是菜牙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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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小編最近很忙 所以沒有空回大家 所以我們必須要拍一部影片 來回應大家的問題 這一集當中有很多網友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盡可能做回覆 老師可不可以叫我們寫牌位嗎 當然不行 我叫你寫牌位 那我混什麼呢對不對 所以沒辦法 網友 mongcho 這應該是大麻的朋友 嗨 大麻我跑過一圈喔 我們去做田野調查 好想念大麻 然後他說他看了台灣小鬼去世之後 才知道有環保障這樣的東西 對因為大麻的土地還是比較多 大麻在這一塊我覺得還不錯 浩晨有提到 我想請問如果以佛教來說 夜報比較輕的 或者是出家人 會不會直接被阿彌陀佛接引 然後去到該去的地方 不會 通常要阿彌陀佛來直接接引你 要一個前提 就是你對他很有信心 而不是因為你有沒有出家 或者是你夜報情重的問題 有些出家人也沒有發言 要去阿彌陀佛的世界 那如果你有夜報的人 如果你不信佛 他也不會接引你去阿彌陀佛 更換 我們都不是很親近念佛的人 你知道嗎 念佛你沒有辦法念到禪定 沒有辦法念到一心不亂的話 你是不可能去的耶 所以你說要到阿彌陀佛來接引 只能說 人人有機會 個個沒把握啦 好不好 現代人很悲哀 生前做壞事 就是想要靠祝念超度 就可以打消 生前所做的壞事 真的很悲哀 我的確是這樣覺得 但這是誰造成的 佛教界造成的 請問正統的佛教禮儀有哪些不同 這個問題很廣 不要說佛教禮儀 跟現在的世俗禮儀有什麼不同 A思願跟B思願的唱腔跟做法 都有不同 台灣人就是這麼有趣 就是這個遺軌傳到台灣來 然後每個人就想一點花招加在裡面 然後就變成我們家自己的風格 搞得亂七八糟 就一片混亂 然後覺得說 我沒看過的就不是佛教的 那你知道嗎 排位這件事情 在南傳法師裡面看到 就不是佛教的東西 在全台灣哪一個佛教道場 不利益排位的 然後就去批評 那是道教的 那是道教的 多讀點書 不管你出家或在家 好嗎 多增廣自己的見聞 然後不要每一次看到人家放 Joji Mary 就是金童玉女 或者是奴才奴婢的時候 就說那就是道教的 那就是道教的 亂七八糟 佩玲 她想要知道 鴨冠會這個故事的由來 用意是什麼 那她也沒有什麼故事 我提過 這是華人 或者說台灣人 很有智慧的地方 因為屍體 它本身會腐敗 那它會有屍氣 也有韓氣 那一般你們說 屍毒 有可能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放竹林用品 它有一些象徵的意義 包括它的 然後家裡面團圓 然後一定會有火 在習俗上面叫做去美運 那你從比較科學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把那些 吃氣 含氣 做消毒 對有時候不是故事啦 只是以前的人 你沒有辦法用太科學去解釋 不好意思名字我不會拼好 鹿 想問師傅 火葬的部分 你會魂飛魄散嗎 其實我覺得 不用談魂飛魄散這件事情 就是人往生的時候 該去哪裡的時候 就會去哪裡 他不一定會在大體上面去執著 除非這個人 真的很愛這個世界 他就不想去投胎 但是我說過 其實對我而言 靈魂它是個精神體 它是個 spirit 它不是 ghost 所以你說火會被燒到 我覺得 應該是不會的 然後有人說 我披著宗教的名義 財狼虎報 企圖誤導 我覺得不是我吧 我覺得我在 團成宗教歪風 我也沒有忽悠大家 我只是希望大家用一個比較 客觀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很多人就說 我們這種假出家重 出來騙錢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出家 我就是個在家重 我就是個金燦師 那有人說 在家人怎麼可以靠念經賺錢 佛有沒有告訴你 出家人可以念經賺錢的 大家都說我收的是供養金啊 什麼的 那收供養金可以在寺院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再出門去念經 然後再收那個紅包呢 甚至還有內規就是訂好價錢的 那跟我們不是一樣的嗎 所以我覺得 在台灣的宗教界 有一些現象是讓人覺得 好像很冠冕堂皇 但是內部又有另外一番的操作 再大的寺院都有做一些 令人不以為難的事情 我相信很大部分的 公廟或寺院都是很正派的 但是就是有害群之嘛 欣怡提到說可以不要眨眼嗎 就是不要做那個 然後就直接送整部鑰匙金 然後再做迴向 最後做施食就好了 就像一般鑰匙法會一樣 當然可以啊 很多人都是做這樣子的做法 台灣佛教非常興盛的前提之事啊 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大家就覺得 唸經就好啦 儀式其實都是人訂出來的 包括施食這個概念 這個東西也是後來的 祖師大德寫出來的東西 但是他為什麼寫這些東西出來 包括打手印啊 有些手印確實是在修持上面是有幫助 有些手印就是花招而已 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件事情 宗教的範疇裡面 任何的形式 都是性格恆性 你應該先認清楚 不管你信仰的是什麼樣的宗教 它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我比較不贊成的是 你等到一個人往生了之後 你才祈求佛菩薩的幫忙 大體捐贈那一集好像有很多的爭議 有很多的朋友留言給我們 一一回復吧 如果做大體捐贈是為了動機好 那是不是等不到回報就不做了 我覺得還是信念的問題 而且我們講大體捐贈的時候 是在於你臨終的時候那一念 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了 而不是在於有沒有福報的問題 為了福報而捐贈也太有參與了吧 很多人都是這種態度啊 為什麼要如此汙蔑聖言法師 我哪一句話汙蔑的聖言法師 你告訴我 器官捐贈人都已經離世了 怎麼會有聲念呢 中英聖的概念在佛教裡面是存在的 那如果你夠執著的話你就會繼續留在你的大體附近 你的意思是你死了你還會痛嗎 醫學上面這樣說 捐不捐贈個人不要牽扯什麼組織大德好嗎 我只是拿出來做例子啊 不然你怎麼聽得懂呢 你是在說大體捐贈還是器官捐贈 還是你也弄不清楚 他的概念都是一樣要割肉 我在講割肉這件事情 這是有什麼衝突呢 有資訣就不能捐器官 佛教講的是智慧的開頭 那你智慧夠嗎 等到你遇到再來嘴巴 多少人等著器官捐贈 這一句話同樣恢復給你 做照顏色的假和尚 我又沒有出家什麼是假和尚 我是在家中啊 修什麼口的都沒有修的人 還看什麼 那你修了什麼 你的慈悲跟我的慈悲不同 你的小懷已經偏差了 跟你不同就是偏差嗎 那我吃飯你吃麵 那你有問題還是我有問題 幹嘛說實話啦 會被出征喔 很多人在出征了 謝謝你 那請問大師您贊同器官捐贈嗎 我個人不贊同 不鼓勵不反對 請問蘇聖是什麼 蘇聖它是佛教用語 然後指的是 特別的 莊嚴的 沒有雜念的 親近的 為什麼西方人就沒有這種困擾 因為西方人 宗教信仰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啊 蔡阿嘎你不要以為 你換了個髮型 我就認不出你啊 留下你的地址 我簽一張 簽名照給你 你是誰 你是博語版的蔡阿嘎嗎 我不是蔡阿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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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食尚文化的配音人阿松嗎 我知道我聲音很好聽 但是我不是他 好 如果再有問題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 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